主持相公所与玉璃就业服务中心合作 开出了78个工作机会 主要是为了防疫工作 在12个部落设置的防疫守望相助巡逻站 需要78位人力 工作内容包含了防疫相关讯息的宣导 部落机动巡逻以及安全通报等工作 每月最高工作80小时 每天上工4个小时 每人最长累计960小时 大约是一年的时间 希望可以在疫情受影响的族人 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台湾从5月18号开始三级警戒到现在 冲击了不少产业工作以及生活 劳动部更拟出安心就业及时上工 让许多在外县市工作 而受影响返乡的族人 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并借由部落的防疫工作升级 结合就业服务站开出了78名职权 申请这个安心就业的 安心上工就业的一个人力 将来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力 可以顺利的禁用的话 我们还是会优先投注在部落的防疫 或者是防灾 甚至于部落环境的维护等等的工作 相工所表示 开出了这个78个工作机会 主要也是为了防疫工作 在12个部落设置防疫守望相助巡逻站 需要78位的人力 工作内容包含了防疫相关讯息宣导 部落机动巡逻以及安全通报等工作 每个月最高工作80小时 每天上工4个小时 每人最长累计960小时 大约是一年的时间 上班的时段 它时间上也很有弹性 就是每天坐着4个小时 就是全天候的 所以说部落 如果有人还在闲置在家里 或者是一直找不到工作 可以做一个 也计有时间可以做临时短工的话 我想我们都欢迎这个部落的人士 都记忆来多多的记忆报名来参与 工作地点包括了轮山、立山、太平、中平、浊溪、浊乐、清水、白端、古风、轮天、绣轮、石瓶等12个部落 只要你年满15岁以上的浊溪乡民 熟悉族语等条件者都能够前往救浮站 或者是村办公室来登记 记者高双双浊溪采访报道